接下来我们讲 托克威尔政治思想的第十节 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 托克威尔他写作 《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的 最重要的目的就在解释 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 为什么会在法国发生 而不在其他国家发生 托克威尔认为 大革命只不过是一个长期变化的结果 要理解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 或者为什么会在法国发生 就必须去理解 在大革命之前几个世纪 法国发生了什么变化 大革命之前的这几个世纪 我们一般称之为旧制度时期 在这一时期 法国发生了什么 使法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 从而 在其他国家没有发生 大革命 而在法国发生了大革命 那么法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托克威尔通过仔细地分析 法国大革命之前几个世纪 一系列的变化 他认为 在这一时期 法国发生的最根本的社会和政治变化 就是出现了中央集权 在这里又至少包含两点 第一点 地方贵族失去了统治权力 但他们并没有失去特殊的地位 和优越的待遇 换句话来说 在旧制度时期 国王通过一系列的措施 剥夺了地方贵族的权力 巩固了自身的权力 这是法国旧制度时期 中央集权崛起的最重要的特征 但是我们要理解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地方贵族 他虽然没有权力 但他仍然还有很多特权 特别是免于纳税的特权 第二点 国王权力急剧扩张 直达个人 同时也失去了 中间贵族团体的缓冲地带 中间的贵族团体 他的权力被国王所剥夺 那么他在关键的时期 当国王遭遇危机的时候 这些地方贵族 又不愿意去主动的支持国王 去牺牲自己的利益 这也是导致法国大革命 最终发生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环 托格维尔在 《旧制度与大革命》 这本书当中 曾经这样说过 法国的特殊点在于 在贵族等级 丧失政治权力的同时 贵族作为个人 却获得许多 他从未享有过的特权 或增加了 他已经享有的特权 贵族阶级的统治权 越来越少 但贵族却越来越多的 享有充当主人的专有特权 因此托格尔认为 贵族和非贵族之间的仇恨 十分严重 虽然许多资产者 用钱获得贵族头衔 但贵族与其他阶级之间的障碍 异于辨认 难以跨越 在整个法国的旧制度时期 这样一种阶级和阶级之间的 区隔非常严重 在这方面 托格维尔将法国与英国相比较 一方面 英国在历史上 不仅没有形成法国式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 反而完全逐步 受到明确的法律的限制 而另一方面 贵族也没有失去统治权力 他们只是在时代的发展当中 不断调整着 与普通人民之间的关系 在这方面 托格维尔还举了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 就是gentleman这个词的含义 在英国 gentleman一词慢慢变得无所不包 可以指涉一切行为得体的人 而在法国 gentleman这一词 在大革命之后 几乎无人使用 但词义 却从未改变 仍旧指贵族总姓的成员 这个例子也表明 英国和法国在 18、19世纪时期 发生的变化 是非常不一样的 在英国 整个社会 呈现一种 缓慢 改进的状态 而在法国 却发生了一个 断裂式的大革命 在这种断裂式的大革命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整个社会内部 不同阶地之间的区隔 极其严重 托克威尔对大革命 具体展开的状况 并没有做太多的分析 主要是因为 托克威尔去世过早 他的《旧之律与大革命》 这本书 只完成了第一部 没有完成第二部 那么在已经出现的 托克威尔的著作当中 我们实际上 已经可以看到 托克威尔对大革命 有很深入的分析 当法国在国际竞争 尤其是对外战争当中 遭遇失利的时候 国内经济低迷的时候 国王希望贵族和平民的支持 但却遭到前所未有的抵抗 结果 这样一个危机快速演变为一场 意图摧毁一切的大革命 简而言之 这就是大革命发生的过程 那么通过对这一过程的简要的分析 托克威尔实际上也告诉我们 法国大革命的发生 它并不是偶然的现象 它和法国大革命之前 法国社会的发展 有很大的关系 为什么国王 在遭遇危机的时候 没有能够得到贵族和平民的支持 其主要原因也就在于 在旧之路时期 国王贵族和平民这三者 实际上是存在着非常多的矛盾 他们之间也没有能够形成一种 互相支持这样一种关系 那么这就是 法国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的 这样一个简要的分析 这一节就到此结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